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来聊这个话题 就是我们前不久才去搭的迪士尼游轮 Disney Cruise 大家先不要紧张 就是不是只有这个podcast就解决 我们还有影片会分享给大家 但这实在是一个前导的 我们想要利用这一集podcast呢 来给大家讲解一些 就是我们在影片中可能没有办法去 呈现出来的 对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想要 就是更加detail的去跟大家讲一些 关于迪士尼游轮上面的一些事情 对 所以看完影片之后 或是 欸不对 应该是先听完podcast之后呢 记得要去看影片 那看完影片的人呢 也可以来听这个podcast 然后可以帮助大家更加的去 有画面 帮助大家更加的去了解说 迪士尼游轮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玩的事情 怎么可能会不好玩 有些人可能就不太喜欢啊 我觉得他不适应所有人耶 像你就不太适应对不对 不会 我觉得还可以 你不是下船的时候一直在晕吗 哦 这个 这个不管什么游轮 我觉得都一样 只要是坐完游轮 应该都会有 像我这种 我现在就在 就是呈现一个 还在海上的感觉 对 眼睛闭起来 或者是站在那边 时不时的会感觉自己 还在船上 这个名词叫做登陆不适症 真的 我觉得我之前有上网查过啊 就是有很多人哦 他们下了船 长达几个月 甚至到几年 这个症状都没有完全痊愈的 有这种可能 你知道吗 几率很低啦 对 但是我一看到说 啊 几个月到几年 我就整个就吓死了 再不敢坐游轮 还不是坐两次 OK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 就是我们下船 现在已经是第几天啊 礼拜天下船了 今天是礼拜二 说起来两天 我们趁记忆犹新 我们赶快来为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这一次的这个 坐游轮的体验 好不好 好 OK 那首先呢 好累 我觉得那是 那跟游轮没关系 跟女儿有关系 是因为我们带来两个小孩 对 首先呢 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次做的这个游轮的名字呢 叫做Disney Wonder OK Disney Wonder呢 其实它不是一艘很新的 迪士尼游轮 它已经服役大概有三四十年了 对 三四十年 有 我记得它是一九七几年 还是八几年的时候 它叫做幻想号 对不对 对 它已经服役有一阵子了 所以它其实不是非常新的游轮 然后这一点呢 你可以从游轮的外面 甚至到里面都会看得出来 登船之后 你就会发现说 这个游轮好像 不是那么的漂亮 但是我觉得以三十年的来讲 它已经算是保养得很好 它一定是一直有在翻新 虽然说它旧归旧 但是它一点都不脏 这一点我要非常去澄清它 因为 迪士尼它们在管理上面 就是你随时会看到清洁的人 还有 还有七油漆的 对 随时就在保养这艘船 虽然说是一艘服役几十年的船 但是 还是 就是非常新的一艘船 就有些时候像你在路上 可以看到一些古董车 但是这些古董车被保养的是 完全跟新车一样 就有点时代错落的感觉 老公 老公你真的太夸张 你刚刚讲说三十年 我刚查了一下 这个 是1999年八月十五号 是我生日 1999年 那也二十几年了 差不多了 二十几年三十几年 没有区别的我跟你说 真的 我跟你讲真的 你就看车子一样 二十几年三十几年 四十几年车子有区别吗 没区别 都是老车 但二十几年的梅亚 跟三十几年的梅亚 差很多 那当然 女生十八岁以后就是 走下坡 没有 开玩笑 好 回到邮轮的话题好吗 我们不要讲这些 邮轮 三十几年 没有 二十几年的这一艘 迪士尼的Wonder 其实比我们之前做的那艘 迪士尼的Dream 来得更旧 那房间那些有的没的 其实整体设施都比较旧 但其实 我觉得邮轮的新旧 并不太影响 迪士尼邮轮 这整个 overall的experience 对不对 那当然 新的邮轮 当然会给你的体验加分 但是我觉得 迪士尼的邮轮 还有很多很多 是在 软件上面 跟在服务上面 甚至在 就是 体验上面 让你觉得 非常有趣的事情 对 OK 从一开始开始讲 插播一下 我想要讲一下 它的 就是一些 小细节 就是它可以 做多少人 这些的 像迪士尼的Wonder 这台可以做 2700个人 然后它里面有 875个房间 那出发的地方 港口是San Diego 然后它的 Godmother呢 是Tinkerbell 那它船上 一进去的时候 会有Ariel的statue 然后前面是Donald 跟他的Nephew 就是他这边 都有写得很清楚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后面 它有写一个是 Steamboat Willie Bow Bow是哪边 Steamboat Willie 是那个 就是米奇跟米尼的 那个黑白的卡通 我知道 它写Bow Bow是什么意思 Bow是船头 还是船尾 我忘记 所以它前面 跟后面 是长得不一样的 对 OK 那我们这次 做这个Wonder 是从San Die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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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船 然后开船之后 它是前往了 两个点 一个是在洛杉矶外海的一个Catalina Island 这是第一天去的地方 然后第二天去的地方 就是墨西哥的一个港口城市 是在太平洋这一边的 叫做Ensenada 然后第三天 这艘船是待在外海上面 待了一整整的 整整的一天 然后第十天就是 不对 我讲错了 第一天是上船 第二天是去Catalina 第三天是去Ensenada 第四天是待在船上一整天 然后第五天 就是回到港口 所以总共呢 是五天四夜的一个行程 那 我们一开始 其实并不是要搭这一艘船的 我们还 没有没有 应该是这样说 我们一开始是要搭这艘船 但是我们一开始 并不是要搭 圣地亚哥的航线 我们一开始呢 是要搭 迪士尼Wonder 从德州那边出海 然后呢 是前往墨西哥另外一边 就是靠大西洋那边 靠加勒比海那边的 洛西哥 不是 它那边是另外一个小岛 港口城市 知道什么忘记了 那时候我们是一月份 然后因为一月份 在美国这边那个 coronavirus的 Omicron的变种 疫情很严重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 把这个行程给往后给延起了 从一月份一直延到三月底 然后就三月底的时候呢 刚刚好那就只有 圣地亚哥这一个船 然后我们就 盖成说去搭这一个 那也是加了不少钱 因为原本那个比较便宜 对 现在三月底比较贵 然后再加上这个航线 可能想要搭的人比较多吧 所以价格其实贵蛮多的 对 OK 那我觉得 整体来讲 就是第一天搭船 第一天到港口 然后第二天去的那个 小岛 第三天去墨西哥 然后第十天再船上 其实这整个行程下来 我觉得是 蛮平衡的 就有玩到一些 在船上玩到一些东西 也有在 各个风景区 然后也有下船 去参与一些活动 所以整体来讲 我觉得 还不错 我觉得有一个小缺点 就是我们第一次去做的时候 那天气又很好 然后太阳很大 那我们这次就是有一点 怎么讲 就是天气都阴阴 然后下去游泳的时候 我快要冷死了 因为你在海上 就是如果海上没有太阳的话 很冷很阴冷的时候 真的是冷包 真的 我觉得唯一 美中不足的就是天气 因为现在 其实 四月份 三月底四月份 在美国西海岸 这边的天气 并不是非常的热 甚至还有一点点冷 不像是在 在另外一边 好几天 我记得 我都还是有穿 穿厚外套 在穿上的时候 然后到了晚上 没有太阳的时候 其实 温度会非常的低 但在甲板上的话 你都还是要 披一个毯子 或者是 穿厚的外套 这样才不会冷 我觉得可能也会是 因为pandemic的关系 我觉得之前玩的 跟现在玩的 可能有点不太一样 像我们上一次 做那个邮轮区 他还有带我们到一个 到巴哈马的一个 一个水上乐园 那水上乐园超好玩 那是因为 那边 这边没有这些东西 加勒比海那边的航线 会有很多这种玩的 但是在 西岸这边 其实没有那么多像 水上乐园 或者是海边 或者是小岛这些 因为那边比较热 这边比较冷 那你不是说 这次去摩西哥的岛 是这个船第一次吗 不是 是我们去的那个 Catarina Islands 这艘船第一次 在那边停靠 它也不算真的停靠 因为其实这艘船 对于那个小岛来说 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它没有办法 停在港口 它就只能停在外海 然后我们再做接驳穿 就是到 那个小岛上面 对 我们去那小岛上面呢 因为我们小女儿 还没有打疫苗 所以我们跑完行程 就是tour完以后 就必须要回到船上 我们就不能自己 在船下面随便走动 是的 但我们在那小岛上面 做的事情 我觉得很酷 如果想要知道 我们在那小岛上面 做什么事情的话 去看我们的vlog 这边不能讲是不是 就是我们下了一艘船 到了那个岛上面 我们又搭了另外一艘船 OK 就透露这么多吧 但那艘船 我觉得很值得搭 因为真的非常有趣 对 然后那个岛 我们在那边停留 也没有到很久 大概 一个小时 一个多小时一点 其实那个岛 我会想要再回去 有机会的话 我想要再回去玩 你说就是从美国本土 直接坐船过去 就从洛杉矶那边的外海 的港口坐船 到那个外海的小岛 因为那岛其实很多人 会去那边度假 然后那个岛给人的感觉 很像是那种 欧洲的感觉 对 欧洲的那种 意大利的小岛 很有异国风情 对 我觉得蛮有趣的 然后第二天呢 就是第三天不对 第二天是在那个岛 第三天我们就到了墨西哥 墨西哥呢 我们去的那个城市 其实很靠近美国的边境 它叫做Ensenada 但是我们并没有 在那个城市停留 我们下了船之后呢 就直接被导游 接去了一个叫做 Rosalito的一个小城市 对 那个城市呢 其实是一个 很靠近美国的一个party town 然后对 那边有很多很多的观光 然后很多海滩啊 很多就是 呃 去住家 酒吧喝酒啊 很多年轻人会去那边 那我们是 当天是参加了一个行程呢 是吃龙虾 我觉得有点失望 下午餐的行程 然后再加上导游会带我们去看看各个风景区 这样子 包括Rosalito那个小镇 然后也有时间让我们下来走一走啊 然后逛过墨西哥一些小摊贩啊 我觉得他有说到一个很好笑 说叫我们不能买antibiotic 有些东西不能在墨西哥买了带回美国 对 那个会犯法 那我们那一天的行程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啊 就是有吃到东西 然后有逛到 然后还有买到一些纪念品 我还蛮喜欢 我们买纪念品吗 买了几个taco 但被我吃掉 这样也算吧 吃下肚子的也算是纪念品吧 对不对 对 想要看我们那天做什么事情的话 记得要去看我们的Vlog 这一次的Vlog 我觉得我会把它分成上集跟下集 因为实在是内容太多了 可能没有办法一次把它全部都讲完 分几天 分两集来讲 对 所以不知道会在哪一天的Vlog里面会出现 但是两个都去看 OK 但是我还是会觉得第一次做跟第二次做 我觉得第一次还是比较好玩 第一次很多事情都很新鲜 很多事情都是初体验吗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在下岛的时候的地方 我觉得差很多 我觉得下岛像 像第一次我们做的那个是到了 迪士尼的private island 然后就是那个岛上就只有他们的船可以过去 然后那个岛上有很多游乐设施 还可以骑脚的车 就很酷啊 但是我们这次 我就觉得有一点失望 但是我觉得在船上的体验呢 是一样好的 但下船我觉得是有差别的 因为下船的话 加勒比海那边的一些 比较好玩 景点确实会比较好玩 然后比较适合度假 比较有度假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推荐给 就是只想要做一次的朋友的话 可能建议就是东岸那边的船 可能我们觉得 从弗洛里达 对 那边会比较有趣 从弗洛里达出海 或者是从德州的港口出海的 对 船的航线会比较好 对 或者也有那个 听说阿拉斯加的也是蛮有趣的 真的吗 对阿拉斯加的 他们会把船开进冰川里面 所以你可以直接 在船上面就可以看得到冰川 搞不好可以看到极光之类的 晚上的 不对 晚上看不到极光 因为是夏天 对 他那边春夏天的时候才开船 所以春夏天好像看不太到极光 我记得 我怎么记得三月 他们五月才开船 去阿拉斯加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看不到 OK 对 我们这次的这个行程呢 我这样大家很想知道 就是多少钱 对不对 其实迪士尼的邮轮 跟所有邮轮都一样 它有贵的也有便宜的 那 那价钱呢 其实主要是看 你想要住什么level的房间 那什么level的房间 决定了你的船的价格在哪里 那一个人 它是按人头算的 因为其实每一个人上船之后呢 大部分的吃跟喝跟娱乐 跟很多的这些活动 都已经是包含在你的价格里面了 就吃喝拉撒 对 有点算是那种 就是all inclusive all inclusive的一个体验 所以呢 它是按照人头来算价格的 那大人的价格都是一样的 然后小朋友呢 他会按照年纪去分 说这个小朋友多少钱 那我们这样子一家人 我本来原本我们最早定 从德州出海 然后呢 去往加勒比海那边去开 这个船 然后这样子 同样是四个晚上 五天四夜 这样子一个行程呢 我们原本一家人 两大两小 价格是六千多块钱美金 我可以问一下 那时候的价格 那艘船是wonder吧 不是 也是wonder 通常是wonder 对那时候船 那个wonder原本在那边 然后它开完之后呢 就是从那个 开过来 巴拿马的那个 运河 直接穿过了这个 就是 呃 美洲大陆 大西洋 变成 对 从大西洋那边 来到太平洋这边 然后再开到圣地亚克 OK 那我刚才讲 回到刚才讲的价格 六千多块 六千多块这个 美金的价格呢 它是已经是 最高阶的房间 然后它是一个 这个高阶的房间的名字 叫做concierge 然后它是迪士尼 邮轮里面所有的房间 是level最高的 所以 呃 这样子也才 只要六千多块 然后 改成圣地亚克 这个行程之后呢 同样是五天四夜 哦 那去的地方不一样 但其实 性质都差不多 也是同一艘船 同一个房间 同一个房型 从六千多块 直接就涨到了 一万块美金 哦 所以其实是 多了 将近一倍 蛮夸张的 我觉得 那同样 这个房间呢 也是 最高阶的房间 那我今天在 podcast里面 其实我也很想要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 所谓的concierge 到底是什么东西 因为呃 很多 很多 坐邮轮的朋友 或者是 坐过邮轮 但是没有坐过 迪士尼游轮的朋友 可能对concierge 不太了解 它有点算是一个 VIP 这样子 那 呃 大部分你在船上面 跟大家做的事情 包括吃饭啊 包括参加的活动啊 其实都是 一样的 并不会因为你是VIP 然后有特别的呃 娱乐或者是特别的东西 去专门为你服务 其实这这方面 我觉得还好 除了有一个lounge 是只有VIP可以去的 是只有concierge 可以去的之外 那 还有上船跟下船的时候 对 但是这些都是特权 这些是特权 这是待会我会讲到的 那 在overall的这些 就是活动上面呢 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你做的事情 吃的东西 其实跟大部分啊 跟大部分其他的游客 都是一样的 那只是说 在很多 房间比较大 服务上面 然后在一些 呃 就真的是给你一种感觉 好像你有特权 这样子 你知道吗 但是逃生的时候 大家都一样 应该没有特权 对 船要成了 其实我相信应该 只有妇女 人还是人 妇女跟小孩有特权 对 那呃 先从上船开始 其实concierge呢 他们上船的时候呢 不需要排队 就直接 呃 来到港口 然后就直接可以去 check in 然后直接check in之后呢 排的队啊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短的 然后就可以直接 上船 然后上船之后 就可以直接回到你的房间 或者是直接去吃饭 都可以 那一般的游客呢 一般其他的房型的游客呢 就是要按照他给你的时间 你要在那个时间到达港口 然后必须要排队 然后大家慢慢慢慢的进去 然后整个步骤下来 其实会花到好几个小时 你才有办法从 钢口到船上 然后开始就有活动 好几个小时也是现在啦 因为现在还要做那个 还要做核酸 核酸 还要就是等核酸报告出来 对 然后那concierge的话 这一系列的 那个步骤都会稍微的减断 我觉得我们大概40分钟吧 对 我们还是花了不到 半个小时左右 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就上到船上面 然后上到船上面之后呢 他也会专门招待你吃一些东西 这样 然后吃完东西之后 就可以带你回你的房间 然后那行李箱 就已经在房间等你了 对 那在船上的时候 我刚才有讲到特权嘛 就是有很多东西呢 其实 游轮它这是一个 你必须要花很多时间去plan 就是你在船上面 要做什么事情 因为如果你不事先plan的话 你不提前plan的话 你到了船上 你会发现 很多活动都已经被定了 你想要去参加都没有办法 就比如说像是 迪士尼 我举个例子好了 迪士尼游轮里面 很热 很热门的一个活动 就是变状 就是给小朋友 特别是女生 男生可能也会有 叫做Bilibi Bilibi Bilibu 对 Bilibi Bilibi Boutique 就是它就是那个 Cinderella里面的 那个Fairy Gamma的 对 如果你们去看那个 我的vlog的话 你们会发现就是 我们的女儿也有去变状 然后她变的是Jasmine OK 先透露一下 那那个活动 其实是非常热门的 很多很多小朋友 特别是女生 他们都想要在船上面 当公主 那这个活动 就是一个比较难定的 一个东西 那在开放预定的那一天 很多人就会去抢它 就赶快去抢 然后想办法 可以帮自己的小孩 订到一个appointment 订到一个 那他们开放 在做这些预约的时候 都是上传前多久 上传前好像是 40天还是30几天 反正是上传前 一个月左右就开放 他会通知你就对了 他不会通知 他会 就是他会 定的时候他会告诉你 什么时候可以 什么时候要付钱 什么时候要把 所有资料填完 什么时候要开 可以开始订活动 他这都会告诉你 那你当然 这个东西呢 特别是在第四天 就是在海上面 一整天的那一天 要在那一天去订这一个活动 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因为那一天 大家都在船上 所以有很多人 都会选择在那一天 去给小朋友办公主 因为你又不能下船 要不然你办了公主之后 下船不是很麻烦吗 对 所以像这一种活动 我以为是办了公主以后 要下船给大家看 没有是办了公主 在船上给大家看 所有人必须得看 因为大家都在船上 然后还有一些 可能一些红酒的一些tasting 或者是一些 对 whiskey的tasting 就是一些比较热门的 一些活动 都会相当来说 比较难订 然后大家都会抢着要订 还有水上活动 甚至有一些下船的活动 也都是比较难订的 那一般来说 那大家就是 一般的游客 就是到了时间的时候 马上要登录 然后可能在他开放的 那前一两个小时 就赶快就要把你 整个行程 就是第一天要干嘛 第二天要干嘛 第三天 第四天要干嘛 全都排好 要不然的话 你真的上船之后 你就只能每天待在船上面 老公 我觉得你真的很适合当导游 就是你知道这种东西 真的是 只有导游会做的事 就帮大家弄好 那 我想讲的就是 就是 如果你今天做的是 concierge level的 那个 仓位 可以这样讲吗 仓位 嗯 仓等 仓等 那 其实你什么东西都不用计划 大部分 真的 其实很多东西都不用计划 那当然 有一些下船的一些活动 是迪士尼没有办法控制的 因为 很多 比如说像 我们去吃lobster 我们去吃lobster午餐的那个活动 是外包给其他的旅行团 你下船之后 是外包给其他旅行团 那人家没位置 就真的是没位置 那也没办法 但是只要是迪士尼船上的这些活动 基本上都是不需要订 所以说水上活动那些也都是不用订 水上活动那些 我觉得要订比较好 因为很多都是外包给第三个 就是第三家公司的 所以迪士尼没有太多的权利去 比如说让他们再多开一艘船 或者是再多开几个位置出来 这没有办法 那bilibi balibibu呢 对 像bilibi balibibu这种东西呢 它就会有专门有保留时段 然后是专门保留给concierge 它是在网路上订的时候你是看不到的 所以当你看到说网路上面 当你看到说已经收到的时候 其实它并没有真的收到 它有很多其实是隐藏起来 然后是保留给就是 那些last minute想要订 但是却没有不知道要订 或者是last minute突然之间想要去 就是带小孩去 去做这个活动的这些 concierge的游客 那spa也是吗 spa也是 只要是在船上面的这些活动 大部分 只要你想要去参加 你都有 他们都会帮你完成你的愿望 所以这就是我所谓的concierge的特权 这一点我觉得是唯一一个 就是为什么要多付那个额外的钱 然后去 去 得到那个服务 对我觉得这一点是唯一值得的 那像其他的比如说像早点上船啊 早点下船啊 这些 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是值得就是房间有阳台 可以看到外面的海 对房间会比较大 然后房间服务会比较好 然后房间会 卫生纸用的比较好 对卫生纸不会一擦屁股 然后整个就是翻手已经磨到屎了 没有这种东西啦 没有没有但是 开玩笑 还是它房间都会给一些很厚的那种纸给你 然后就很好用 对 你知道其实我觉得这一点 仔细想想看 我觉得是蛮扯的 你知道吗 就是就感觉好像 就是在邮轮的文化上面 人还是有被分阶级这样子 在说什么东西 这不是分阶级 这就是资本主义下的 的那个反应好吗 就是 我是没有说 你付多一点钱 使用者付费吗 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 但是我觉得在邮轮文化上面 这东西显得格额外的赤裸裸 就是让你觉得说好像很现实 很现实真的很现实 因为就包括很多像我刚刚跟大家讲的这些特权 比如说明明就没有位置了 它就硬生生可以帮你升位置出来 这种这种特权 我觉得如果一般 就是如果船上的游客 其他一般普通的游客 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却得到的回答是 不好意思已经满了 没有办法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是蛮不公平的 对不对 对如果他们很早就订的话 没有位置的话 真的觉得是蛮不可适的 对然后就因为你付更多的钱 所以这个机会就 一定要让给你 我觉得这一点 我不知道 大家你们觉得呢 听众你们觉得这应该是 这才是说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 突然就想到铁达尼号的Jack 对Jack Jack住的房间连窗户都没有 对 Rose 不要说仰台了 这连窗户都没有 而且你知道吗 现在的游轮 Rose的房间超大 还有衣柜 然后保险箱 整个超级大 还可以躺在那边给Jack花 大家如果想要知道 我们的房间长什么样子的话 你可以去看我们的Vlog 那当然没有像 Rose的房间那么的厉害 但是 你知道吗 新的 现在迪士尼游轮 还有没有窗户的房间 很硬 那它是一个假的窗户 它是一个假的一个圆形的一个窗户 然后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真的窗户 它就是一个 让你觉得好像是一张窗户 让你不要那么的密闭恐惧的一个东西 可是我觉得其实也还好 因为其实那房间根本就是拿来睡觉的 对啊 但是我觉得很可怕 没有房间的窗户感觉 密闭恐惧症 没有办法 你会很害怕吗 对 而且我觉得 是不是没有房间的那个 没有窗户的房间都会在比较下面 对 越下面就是越没有 越下面的房间呢 当然就是越小嘛 然后 窗户可能也没有 然后 不一定要到concierge 你才会有阳台 其实在 在其他的房间 稍微贵一点点 比一般普通的房间再贵一点的房间 也会有窗户 也会有阳台 也会有阳台 有 有一些小阳台的 只是没有像concierge的阳台这么的大 对 然后我们住的那间房间呢 是一房一厅的 它比一般concierge的房间再大一点点 一般就只有一个房间 加一个小阳台 那我们住的是一个厅 一个房间 然后再加一个大阳台 然后头头呢 是可以睡到五个人 所以我们那间房间真的是蛮大的 但还不是最大的 你知道还有更大的吗 还有一个叫 Walt Disney Suite 然后它是一个套房 我在那个floor pane上面看到 它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但是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里面长什么样子 没有太多关于里面的照片 我跟你讲 门都长得很大 比一般人的大 对 我没有经过过 门都很大 在里面走到就很大 说到门 我觉得很有趣的 大家可以看我们的Vlog 就是 大家就是 怎么讲 很多人 因为这个Disney Cruise 很多人都会 去做很多次 那他们的门呢 是铁的 所以他们就会做一些磁铁 然后做一些很装饰品 然后就装饰在自己的门上 我觉得挺酷的 对 告诉你一些 关于他们的故事 比如说他们的名字啊 或者是 对 他们做几次邮轮啊 各式各样 非常creative 各式各样的一些 很有很丰富 很有创意的一些方法去装饰 有一家人 他贴了二十几张 他每一次去的 邮轮的时间 拿一艘船 然后为了什么事情去 二十几张 所以他已经做了 二十几次 Hardcore的粉丝 真的 对 那你有办法想象吗 就是怎么会这么喜欢 坐邮轮 我老公坐两次 他就受不了 因为他下船的时候 登陆不适政 我不会受不了 但是我真的很怕 我这个晕眩感 如果一直不散去的话 怎么办啊 我这辈子就是这样子 听说这东西没有要义 对啊 所以我很担心 觉症 对 我这两天 不管做什么事情 除了 除了 其实开车 并不会有这种感觉 这一点我还蛮压抑的 因为我很担心说 万一就是开车 开一开很晕的话 怎么办 其实我开车的时候 并不会 好像你在做focus 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不会有感觉 坐着的时候 都没有感觉 我只有站着的时候 突然站起来的时候 也不一定要突然 就是站着的时候 然后有些时候 可能一转身啊 或者是一抬头啊 或者是 只要 就是 动一动身体 就会 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 什么因素导致它 就是 其实 trigger这个 头晕的这个 感觉 但是会时不时的 就 头晕一下 这样 听说好像就是你的 就是 脑神经错乱了 就是脑错乱 之类的 希望它赶快 赶快 结束 对 因为我是已经没什么感觉了 但是我 我回来下船的时候 第一天我还是会 睡起来的时候还是晕的 但第二天就没事了 就今天就没事 是 对 OK 我看看 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 对了 船上面 网路非常的贵 船上面的网路 真的很贵 那因为我们是 因为我们的 concierge的那个 级别 所以他送了 150 megabytes的 megabyte MB megabytes 真的 150而已 送了150给我们 而且不是一个人 150 是一个房间 只有150 他第一天就把它全部用完了 我一点都没用到 不是一个人 一个 不是一个房间 一天150 是一个房间 五天加起来 只有150 对 大家如果 就这么一点 很需要网路的话 其实大家可以去跟自己的 carrier 就申请 就是专门在cruise上面 没有 我跟你讲 在海上就是没收讯 有啦 我上面 我的讯上 上面信号写说 cruise by sea 没有 有 在海上面 在公海上面 哪来的收讯 有 真的有收讯 没有 没有电塔 怎么会有收讯 我就是有啊 没有 他上面还写说 by什么cruise by sea 他都会有写字 然后就跳出来 就是应该可以 不是 你应该是可以买一个plan 然后是专门给cruise 那cruise怎么样 大家有些坐三十几天 就 没想没心 就只好用他们的网路 那超贵的 然后付钱用他们 对啊 所以网路不是拿来给你看店用的 可能你是verizer 大家想知道他多贵的话 大概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迪士尼的邮轮呢 如果你要付费买他的网路的话 每一个gigabyte 就是一千个megabyte 他收费是八十块美金 八十块美金 买一千个megabyte 那其实一千个megabyte 看你做什么事情 如果你就是查查邮件啊 或者是搜索信啊 然后看看一些搜索引擎 上面找一些资料啊 我觉得应该可以用 一天两天 一两天 但 现在如果你要看影片什么的话 一直一个影片 可能就把你这八十块美金的 流量全都烧完 所以 我刚刚看了 就是at&t有cruise的package 但他说 他必须要是他们ok的cruise ship 不是每一个都是 那可能是 他们在某一些cruise ship上面 有装天线 有可能 装他们的antennah 他做一百七十个cruise ship 哦是哦 ok 他可以check 好了 check一下他们的disney 对 然后 除了网路很贵之外呢 还有就是 船 船 不是船 船 很 慌 这一点 其实我在第一次坐游轮的时候 我就有发现 我第一 在我第一次坐游轮之前 我一直都以为 坐在那么大的船上面 是一点感觉都没有的 就船只要动起来之后 你完全感觉不到 他在海上面在飘 但其实并不是这样 我第一次坐游轮的时候 我就深深的感觉到 你可以感觉得到 船在动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 其实有好有坏 我觉得好处就是 当你躺下来的时候 你就感觉 你睡在一个摇篮床上面 然后就把你摇着摇着摇着 摇着入睡 这一点我觉得蛮好的 但是缺点也有 就像是 因为我刚才有讲过 我们这艘船已经 有一地年纪了 所以它里面很多东西 都相对来说比较久 然后我们躺在船上面 就会听得到 房间里面各个角落 穿来的嘀嘀嘀的声音 就是那些 因为整个船在晃 然后这些家具 这些门框 这些装在天花板上面 这些东西 就会发出一些 很磨合摩擦的声音 真的还蛮 就会嘀嘀乖乖 感觉好像被crash的感觉 感觉这船 很像要垮了 非常不牢靠 我刚刚查了一下 AT&T有 Disney Cruise的 OK 然后呢 没有 跟大家讲一下 大家讲一下 如果想要 就是坐船 想要用Wi-Fi的话 OK 那 那除此之外呢 我还蛮想要 去坐坐其他的游轮看看的 不一定每次都要坐 迪士尼的 我觉得等小孩 大一点点的时候 就可以试试看 坐其他的游轮 我也想知道说 有去点casino 对啊 就是 我想听听看 我们的观众 有没有 坐其他游轮的体验 你可以在留言区 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我蛮想要 坐坐看其他的游轮 目前为止 我们坐两次游轮 两次都是迪士尼的游轮 那我觉得小孩 其实很多其他的游轮 都有适合小孩玩的东西 我是这样听说 并不是只有迪士尼游轮才有 有那种就是滑水道 什么的 对 滑水道 或者是一些 儿童中心 然后一些电影院 或者是 专门给小朋友设计的活动 都还是有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在船上吃东西 的事情 对 船上吃东西 其实 很无闹 因为每一餐 都已经安排好了 特别是晚餐 中餐跟早餐 其实还是比较自由 看你想要去哪里吃 那大部分都是 自助式的 然后都不需要 在额外付费 那concierge的时候 就会提供食物 饮料这些东西 你也可以去那边吃 对 待会我要讲一下 这个concierge lounge 这concierge lounge 其实是蛮好的 那吃饭 就是早餐呢 跟中餐呢 就是大家自己决定 要去哪里吃 那晚餐 就有 每一组客人 每一个group的客人 都已经给你 定好了一个晚餐的时间 不是五点半 就是八点半的样子 然后 每一天吃的餐厅 都已经安排好了 然后每一天 基本上是会在 主题会不一样 的餐厅用食 然后每一天吃的菜色 当然都是会不一样 但是有个东西不变 就是你的服务生 每一天 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 都是那一个人 他会跟着你 到不同的餐厅 然后帮你服务 而且这些服务生 都多菜多 真的 超级厉害 非常厉害 非常知道怎么样 会突然变成米奇 变成什么角色 非常知道怎么样 去取悦小孩 让小孩觉得 他们很好玩 然后就会 变魔术 很期待吃晚餐 这样子 对 那东西好不好吃 这个话题 我觉得 见仁见智 我觉得东西真的 没有到 不难吃 难吃 对不难吃 但是你要说它多好吃 其实也真的没有 还可以过得去 真的 我们下船第一件事情 我们下船吃的 去吃的第一餐饭 就是 韩国烤肉 我可以告诉你 我可以很简单的告诉你 就是 那一间 在圣地雅各的 一间莫名其妙的 韩国吃到饱的 韩国烤肉 都比我们那天 在船 比我们这四天 在船上面吃 任何东西都好吃 对不对 对我来说是这样子 算是 对啊 因为其实 船上面东西 还都是以喜仓为主 对 但它船上 其实有蛮多地方 就如果你不是吃餐厅的话 你可以去 铺旁边 还有吃披萨的 然后送冰淇淋的 还有些小 小些 小小 一些小的吃 都蛮 蛮不错的 对 但我是一个 我觉得 我不知道耶 我在国外住了这么久 但是我还是一个 不太那么 不太喜欢吃西餐的人 如果让我选的话 有中餐跟西餐的选择的话 我绝对都是 常常都选中餐 即使今天中餐 是Panda Express 这种 要中不中的 我还是会选中餐 是啊 对 然后我刚才 对 刚才要讲 就是关于 concierge的lounge 这concierge的lounge 它里面 其实是有 很多的饮料 然后咖啡 然后 也有酒 但是酒是有时间的 并不是每个时段都有 它只有晚上五点到 关门 关门是十点 这段时间 它才有surf酒 你想点什么酒都可以 然后除此之外 每一个时段 早上 中午下午跟晚上 都有不一样的点心 准备在那边 让你可以去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而且全部都是免费的 这一点 其实我觉得也是蛮好的 对 因为很多时候 你会觉得很无聊 然后很无聊的时候 就会想要走去那边 然后拿点东西喝 吃点东西 而且不用钱 这一点是最棒的 这让我想到 我们服务生 讲了一句话 就是坐cruise的人 上船 每一天会 平均 平均会胖两磅 两磅 就是将近一公斤 所以我们这 我没有变胖 四天下来可能胖了 大概十磅 我没变胖 没有吗 没有 我就不知道了 我都不想去量体重 OK 那再回到我刚才讲的 就是concierge到底值不值得 我觉得你不要再讲这 我觉得你还有其他很多可以讲 比如说Pirates Night 还有船上的秀 都没有讲 然后我先讲完concierge好不好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 他们都有体验过concierge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 这东西到底值不值得 我觉得 我觉得今天 如果你真的有完完全全的 去利用到这一些服务 然后去 比如说像 在lounge里面喝酒 然后请他们帮你订一些活动 然后或者是 需要去 使用到这些特权的话 才真的值得 要不然的话单纯只是因为 上船便捷下船便捷 或是房间比较大的话 却因为这几个原因要付 三倍的价格 比人家贵三倍的价格 我觉得就 真的就有点太贵了 到三倍 不只三倍 我觉得可能会更多 像我们四个人付了一万美金 四个人一万美金 那 我记得最便宜的 好像就大概两三千块美金 就就就有了 就四个人 对四个人 其实会差很多 真的差蛮多的 所以如果今天 你是会用到这一些 额外的service的话 因为你知道有很多人 真的没有用到 我们每天几乎待在 那个lounge里面的时候 我看到的人 都是那几个人 但是有很多concierge的人 都不去那个lounge 你知道吗 那我想说 你们不去那个lounge的话 你都在干嘛 那如果大家都去的话 不就他们会有点 没办法复合吗 因为你知道 我们现在COVID的关系 就拿东西 吃东西 都要请waiter 就是waiter帮你拿 然后就会觉得 好麻烦 不能自己拿 对 在船上面吃东西 基本上都是免费 但是喝酒是要付钱 唯一不用付钱 喝酒的地方 就是在concierge的lounge里面 可以不用 就是喝免费的酒 真的假的 对啊 那就把他喝醉 所以我每天待在那里 每天五点之后 就开始待在那边 没有啦 就是常常去 没有一直待在那里 但是常常去 因为那地方喝酒不用钱 对 记得哦 要喝酒去那边 而且他们都会很好 他们会跟你讲说 你去吃饭之前 记得来我这边 先拿一杯酒 这样子你在餐厅 就不需要点酒 因为在餐厅点酒 要付钱 要额外付酒钱 所以他们都会提醒我 说你等一下吃饭之前 先来我这边 然后我帮你做一杯酒 他们人超好的 因为早上还可以 就是用service 叫他们 就是帮你们送餐 对 你知道我 我其实不太想要聊一些 比如说像 Pirates Night这些 或是放烟火这些 我想要 我想要告诉大家一些 我觉得 Crew上面很有趣的东西 不会啊 我觉得他的秀 很多我都觉得很好看 很Amazing 我觉得这种东西 就让大家自己去体验 不是你要让他们体验 可以 我不会讲内容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说 你必须要做事情 必须要做 Pirates Night呢 这个东西呢 是每一艘船都有的 它会发生在下船的倒数第二天 不一定啊 也不一定发生在哪一天 都是倒数第二天 那如果今天是好几天的船 就不一定是 有一些七天十天的船 OK Anyways 然后他会放 你只要记得 带一套Pirates的衣服裙 忍不住要学一下 因为你有一天会需要变成 就是变装成Pirates 变装成海盗 然后会有Pirates的 Mickey Mini这些的 然后 他的秀都很好看 船上 每天晚上 船上都会有一个表演 在他的 theater里面 就是在他的剧场里面 都会有一个 类似像舞台剧一样的表演 很棒 真的要去看 真的很棒 那个就是 我觉得最后一晚上的 最棒 我们去了 四天 其实只有三个秀 第一个晚上 我记得是没有秀的 那四天三个秀 那 中间有个秀取消 中间有个取消 所以我们只看到两个 还蛮遗憾的 是Frozen的 对 中间Frozen的取消 没看出 那我怀疑Frozen的 应该就是同样的剧情 所以没什么好看的 有可能 但是 我觉得只要是真人 真人的秀 然后这些歌唱的秀 我觉得都很有趣 超猛的 对啊 唱的都很好 很厉害 然后在船上 就是每一天都会有 不同的character 可以拍照 时间都有schedule 可以出来 还有一个东西 老公你没讲 什么 Youth club 丢包小孩的地方吗 对 可以丢包小孩 你可以帮他们申请 一个的youth club 但是都是要五岁以上 三岁以上 对 要打疫苗不是吗 那是现在 看你什么时候去 搞不好之后就不用 OK 然后三岁以上 然后要会上厕所 然后就可以丢包 在他们的youth club 对 你想丢他在那边 多久都可以 然后一直可以到 晚上十二点 再去接他回来 我记得有一天 有一天我那个手机 因为在船上面 就是因为没有网路 所以这些服务人 服务的人员 或是船员 他们要联络 要联络 游客都是用app 在上面传简讯给你 然后我就收到简讯 她说Emma想要 被接回去了 然后意思就是 要赶快去接她 对 我就好吧 那我就去接她 千万不能让你小孩 知道有这个功能 你刚才讲说 你们一定要等我回来 不要跟阿姨讲说 你要先走 她马上就是她要走了 可以丢包小孩 对 其实对 很多这种好玩的东西 我觉得大家 要自己去体验 以前没有COVID的时候 还可以丢包婴儿 现在不行了 丢包婴儿 现在不行 但是以前可以丢包婴儿 所以我们这次都没有 他们还有五岁的地方 对 我们这次没有 没有成功的丢包小妹妹 对 有点遗憾 蛮想要丢包婴儿的 哈哈 她其实 哦 说到这个 就大家要注意 要带小孩上船 真的要小心 叫他们不要爬 那个栏杆 就是我们两个女儿 的大女儿 就是一上船 还没开 整个人就是兴奋到爬上去 真的是被爸爸念了超久 很可怕 很可怕 要小心 没错 因为真的海潮 在坐船的时候 从船上掉下去 大概80% 90% 就是白了 那当然 对 从船上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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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船上掉下海 基本上就找不到了 对啊 对啊 OK 那 我相信如果今天 你对坐游轮 一点兴趣都没有的话 你听我再怎么讲 再怎么去 给这个 游轮 锦上添花 你都不会有兴趣的 对不对 那 但我觉得迪士尼 游轮的东西 大家会蛮有兴趣的 是吗 I don't know 迪士尼的主题 就是特别不一样 我还是觉得 今天 如果你对游轮 有兴趣的话 我真的会 建议大家去坐坐看 因为游轮 这个东西 蛮有趣 真的很有趣 而且 你不需要去 一天到晚做啦 就一辈子 做一次就够了 然后挑一个 你喜欢的航线 然后再挑一个 符合你的游轮 如果你们家 没有小孩的话 或者是你的小孩 所以做大人 专门adult only 对 就不要去 也不一定要adult only 就是大一点的小孩 可能 10岁的小孩 或者是 已经是青少年的小孩 你就没有必要 再带他们去坐 迪士尼一种 适合小朋友的游轮 其实我觉得 还是有些人 比较怕的 就是会担心会晕船 那我 我自己本人呢 因为第一次搭的时候 都刚好怀孕 所以就很晕 所以我就带了一个 那个wristband 就是他一个手 一个手环 然后他是套在手上 他可以让你不为晕船 我觉得蛮有效的 对 晕船的话 其实有很多方法 可以去治疗他 也可以凭药物啊 也有一些 也有一些就是 可以好 我记得有一些是 用鼻子吸的 对不对 很多 很多 各式各样的 晕船 吃的 手的 带手 然后 但是唯一的缺点 就是下船 这个 不是不适症的 没有药可以 真的 而且我 我记得我第一次 没有这么严重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这次这么严重 有可能是这次船 晃得特别厉害 对 这次缓 就是晃到那个门 这样 然后就这样 滑走 你有发现 我觉得这次船 换得特别厉害 你有发现 就是cruise上面的 这些门啊 都是有重量 都是不会 就是换在黄区 吸住绑住 或者是怎么样 勾住的 对 就设计的蛮有趣的 对 反正如果今天 你对船有兴趣的话 你对游轮有兴趣的话 我真的强力 强力也建议大家去 如果你是Voyager的时候 去试试看 去做做看 对 其实 我觉得蛮有趣的 蛮好玩的 对 那也 也不要因为 我是个人觉得 不要因为就是 之前啊 疫情的时候 不是有很多人 卡在邮轮上面 下不来吗 我觉得现在 其实真的好很多 而且上船前 上船前的一些 繁琐的一些步骤 真的是会令这艘船 相对来说很安全 对 如果你觉得这艘 你觉得搭邮轮 搭邮轮危险的话 我觉得你 还不如就是 不要去Shopping Mall 会比较好 因为Shopping Mall 里面更危险 对 因为现在 我不知道其他 邮轮是什么样子 但是迪士尼的邮轮 所有的大人 必须要打完疫苗 才能上船 OK 没有什么 我不相信疫苗 或是 我是 我不打疫苗 什么 没有这种东西 你必须 只要是五岁以上 就必须要打疫苗 不只是打人 连小朋友也是 只要是五岁以上 就必须要打完疫苗 而且是打完两针 还要再等完十四天之后 你才可以上船 这是规定的 然后五岁以下的小孩 因为不能打疫苗的小孩 就变成说 你要测PCR 然后PCR一定要是隐性 然后是要在三天之内 去测才可以 然后在上船的那一天 在上船之前 所有的大人 所有的小孩 不管你有没有测过PCR 你都还要在他船 登船的那个港口 专门指定的地方 再测一次PCR 只有满足这些 所有条件之后 你才有办法 可以登到船上面 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的 坎坷 然后登上船的 我相信都是相对来说 比较安全的一些人 比那些在Shopping Mall的人 安全多了 所以请大家放心 现在搭出来 我觉得是一件 相对来说 比较安全的事情 OK 好 然后最后 最后我想要跟大家 补充 就是我刚一直想 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觉得船上很有趣的事情 但是你又不让我讲 好让你讲 一直在讲这些 什么东西好玩 什么东西不好玩 好不好玩 上船就知道了 OK 我刚才想要跟大家讲 就是当你今天 在美国去搭一艘游轮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件 很特别的一个现象 就是所有在船上面工作的人 都不是美国人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的内收船 基本上没有一个美国人 在上面工作 都是外国人 都不会是美国人 而且大部分都是东南亚 印尼啊 菲律宾啊 或者是一些 比较穷困一点的国家 那边的劳工 在船上面打工 然后我想告诉大家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因为今天 因为这些大公司 不是查过吗 迪士尼 对这些都是fact 这些都是事实 OK 不要怀疑我 这些大公司 迪士尼啊 加勒华 加年华 然后 Royal Caribbean 这些大的船的 游轮公司呢 他们都把自己的公司 注册在 呃 缴水很低的国家 然后呢 他们的船呢 都是注册在 比如说像巴拿马啊 然后 某某群岛啊 加勒比海上面 那些小岛啊 注册在这种地方 因为这样子呢 他们就可以 逃脱 美国的劳工法 他们就不需要去 付最低工资 对 美国这边 付美国这边的最低工资 那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 你会发现 所有的游轮 从美国 开出去的游轮 它中间都 必须要停靠 第三个国家 换句话来讲 你今天不可能 在美国 找到一艘游轮 是从 洛杉矶 开到旧金山 然后中间 不停第三个国家的 是不可能的 因为如果今天 这艘游轮 是开这样子的航线的话 它就必须要 符合美国的劳动法 然后所有的 船上面的员工 就必须要是合法的 在美国工作的人 才有办法在上面工作 所以 公海 公海 不是公海 是起点跟终点 中间必须要有一个第三国 要不然的话不行 所以这些游轮公司 为了钻这个漏洞 就会 把 比如说去 阿拉斯加的航线 中间要放一个加拿大 放一个温哥华 或者是 我们今天做的这个 从圣地亚哥 去 绕一圈 然后回到圣地亚哥 这样的一个航线 中间必须要放一个摩西哥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然后 为了降低成本 他们就会从世界各地 招很多的 相对来说 比较便宜的劳工 在船上面工作 像美国这边的最低薪资 大概一个小时 是15 16块美金 吧 我记得 那其实我之前有查过 在船上面这些船员 他们的最低薪资 只有大概两三块钱美金 起步 这么少 差很多 真的是 差差差非常非常多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 这些东西的事情 就是因为我希望他 不想去坐游轮 不是不是 我希望大家 在坐游轮的时候 可以很慷慨的 给他们消费 对对对 因为这个东西 因为这一点 是我觉得 可以帮助到他们的 因为很多人 不是很多人 每一个人 几乎上船去打工 大家都是钱合约的 你不是今天坐两天 坐五天休息两天 然后周末就可以回家 就是这个船跑完 就要去另外一个船 是不是 没有 他们就是在这艘船上面 一直待 待满他们的工作期限 才可以回家 然后在船上待的这一段时间 你知道吗 是每一天要上班 这也太辛苦了吧 对 然后通常他们一个contract 是八个月 坐八个月 休四个月 然后在这八个月里面 每一天都要上班 几乎每一天都要上班 偶尔会给你一两天 休息的时间 但是 那生病了怎么办 当然生病了 他会让你休息 但是都一定会扣钱 所以其实在船上面 当船员 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所以当今天 大家有机会去坐游轮的时候 我觉得 我呼吁大家 可以多给他们消费 然后可以让他们多收 就是多赚一点钱 因为大家 都很辛苦 对 而且 因为其实在 其实我说实在 谁会想要背景离乡 那么多月 平地上面工作 已经够辛苦了 在海上工作 感觉更辛苦 而且这么多个月 这么多 这么长的时间 见不着家人 而且 现在人家说 打个电话什么 在海上面 你怎么打电话 网路这么贵 想要FaceTime 想要传简讯 都很难的 所以 对啊 我觉得在现在 这个社会当中 真的很难想象一个 比跑船还要再辛苦的 一个事情 真的 真的要多给他们消费 多给他们消费 多照顾一下 这些 在船上面服务大家的 他们人都真的超好 人每一个都很Nice 真的 每一个都很Nice 而且都非常的Nice 见到你都会打招呼 然后 都会 面带笑容 然后尽可能的 满足你的需求 我觉得 真的 都是一些好人 对 对 我讲完以后 突然有点sad 有吗 就觉得现实特别残酷 虽然迪士尼是一个 非常欢乐的地方 但是 其实背后还是有很多 很现实 还有一些 对啊 蛮令人 黑暗的 就像船上面 没有一个美国人的原因 就是因为没有一个 有啦 有美国人 Captain 可能开船 可能开船的 薪水很高的那些人 会是美国人 因为 一般的服务生 或者是工程师啦 就是技师 就是 就是负责处理船的这些 是啊 对 机师 没错 好 OK 好 那今天就是 大致上 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了一些 关于我们这次坐邮轮 的一些经验 想要看影片 记得要去follow我们的 JingJing Square的影片哦 很快就会出来 我超级期待的 因为 事实上第一次去的时候 有拍 但是呢 拍了两集 就后面就 就不想再剪 对 然后也没剪 然后就觉得很失望 有剪 剪了两集 我记得登船有剪一集 对 然后 然后就半土耳飞 但这一次 他必须你知道 已经风声放出去了 必须要剪出来 我这次会剪我两集 我会剪上下两集 OK 很期待 大家要记得去看 记得要看我们的 那个vlog OK 好 那就下次见了 拜拜 下次见 谢谢收听 福奇匪片